我叫小溪 是一个平凡的勇者 人称勇者熙 这个世界被魔王占据 我的任务就是打倒魔王 还世界一个和平 这里有一只妖灵 不 我是为勇者 我们扔个球来捉住它吧 不 都说了我是为勇者 你到底有没有在庭啊 好的 这是一只叫勇者的妖灵 看球 哎呀 我叫小溪 是一个平凡的妖灵 而不是是勇者 人称勇者熙 妖灵熙 哎呀我在主人 有事您吩咐啊 给我倒杯茶 得嘞 这是您要的82年的红茶 真乖 那您看看 对付魔王的事 咱们什么时候启程 哈 你这个小身板行吗 哼 我可是有着最强称号的妖灵 而不是勇者 最强 听说妖灵都有三个技能 你会什么 哼哼 那就由我来现场演示一下吧 请不要被吓唤 这可是属于全世界 最强大勇者的必杀计啊 我会 唱 冰冰为爱 跳 Rap 你看这个弯 它有长有快 就像这个篮球 它有打有约 你们来这里 怎么样 呃 你 还会什么 我还会打 哎 停停停 够了够了还 不过要接败魔王 你还需要一件 全世界最强大的武器 给你 反转能干什么呀 呗 不要算了 就这样 我离开了村子 看上了征服魔王的旅程 哎 这不是勇者逃吗 勇者西 你去哪啊 我去击杀魔王 拯救世界和平 嗨呀 你不用去了 我刚击杀他回来 啊 你还不知道啊 咱们这个是宝和式击杀 全世界至少去了一个亿的勇者 排了三个乐队才集进魔王城 几千万个人对着魔王放技能 最后生一滴血的时候 刚好 我朝他踹了一脚 抢到了人头 大家已经封我做新一代经理了 来来来 转发和收藏本视频有好运 天哪 没想到我的勇者之路 这么快就终结了 上天为何要对我如此残忍 我不活了 哎 你干嘛 你想继续当勇者啊 这还不容易 听说打南边来了个新boss 叫做朱雀 正在破坏世界和平 既然你一直说自己是最强勇者 那你去击败他呗 只要打败了他 我们就承认 你是世界上最强的勇者 太好了 我这就去 就这样 我离开了村子 踏上了征服朱雀的旅程 哎 这不是勇者逃吗 不 我是资质较低的妖灵 梦境 此后我介绍的时候 不要带上自己的资质啊呗 这样很容易让人出戏的呗 我的技能是 酸死你 今天你碰上我 就是你的末日 看来碰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看张 凭什么你人长得美 技能还那么强 凭什么你有那么多粉丝喜欢你 凭什么你能生一个可爱又温柔的女儿 凭什么每个玉林士都想养着你 凭什么你还是世界第一的勇者 怎么样 三不三 你能继续说下去吗 我还想听 你居然破解了我的技能 程卫敏也太好破了吧 我死了 就这样 我收复了柠檬金 继续走上了征服朱雀的旅程 这不是勇者逃吗 不 我是资质普通的鸣鸣怪 鸣鸣 连细服都懒得穿了呗 我的技能是 鸣鸣鸣 今天你碰上我 就是你的末日 能不能换一句台词啊 喂 看着 啊 这绚丽的舞步 为什么我不用自主的也想要跟着跳 这个敌人未免也太强大了吧 诶 等等 接下来是先卖左脚还是先卖右脚来着 啊 我死了 我还什么都没干呢 喂 就这样 我收复了鸣鸣怪 继续走上了征服朱雀的旅程 诶 莫非 这就是传说中的 基你太美吗 这件事目前版本最强的世界boss周券啦 说话不要得反粉号啊 会出戏的呗 没想到 你居然能击败我最强大的手下 柠檬金和鸣鸣怪 看来还是有几分本事的 我根本什么都没做 他们就阿滴手死掉了呗 我的技能是 虚无夜火 今天你碰上我 就是你的末日 等等 这个技能名字画风完全不一样 看来碰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看招 这难度系统也太不合理了吧 呗 我马上就要死了 等等 我还有一块板砖 砍砖 热烈诸和妖灵溪 击败世界boss朱雀 获得了最强妖灵称号 维护了人类的和平 各社区街道纷纷开展 抓小溪 逗boss活动 是最强勇者 不是最强妖灵溪 来抓我 好 谢谢 唔 不 不 我们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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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